开门扬 又到你的时间了 比如说现在就是有两个人 就是猛烈的喜欢你的话 那你觉得你该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是在不确定 到底是喜欢谁的状况下 就可能会观察一段时间 就我明确了我喜欢谁的时候 我就会立马和那个另外一个人 就是让他知道你的感觉 对 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办法 同时在两个人之间周旋 因为太累了 我觉得而且心理压力很大 那如果你就是确定不了 你就两个人你都割舍不了 你都觉得各有各的好 然后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 你怎么办 持续了很久 就像现在 就是现在凯文这样 就是他现在还来不及说 我更快速的知道谁好谁不好 但两个人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了我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妈呀 那很想跑吧 天呐 如果两个人的攻势都特别强的话 其实会有点想要逃走 我是人生中真的没有遇过 所以很难想象 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对你好 然后你就会 我也不知道喜欢谁 但是你们都对好 那我也得有活运 都要两边平衡一下 要不然我感觉我好像亏欠了谁一样 然后就两边平衡的同时就觉得 哎 好烦啊 但是平衡的同时一定心里面有一个是更偏向谁的 就是更偏向的这个人只不过他现在没有分析出来 没有感觉出来 其实如果分析出来的话 其实哪怕一点点的感觉 我觉得就那个人就是他更喜欢的那个人 对 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 我要选一个 你退了 哎 我好像觉得你退了也还好 那就就出来了